有人问我买车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买国产车 不买垃圾的盒子和进口车 听懂吗 事实证明 只要你去了解 你就会证明 同价位或者越级的价位 国产车就是比外国车强 听明白吗 你去证明 如果谁能证明 那个同价位的 或者是那个 就是二三十万的国产新能源车 不如百万级别之内的好 讲一讲十万块钱 废话就不想多说 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 然后说一些那些大的车 千万级的什么大V 你们有没有点底线呢 你们粉丝多了 就为了推广那个日系车 什么德系车 真好还行 而且不好啪啪打脸 害人推广那个日系车 要不要再脸呢 那个挣钱的话 你都不要气贴了 看当看见卖国怎样 咱们的任务就是消灭外国车 特别是消灭日系 消灭德系 听懂吗 全中国全都是国产车 懂得无论是燃油 还是这些能源车 而且咱们车确实比较好 这是咱们的使命 逼一天为了挣点逼钱 这个好 给你点钱 让你说啥 你说啥呀 你们跟我比 就好比太阳面前的小蜡子 啥也不是 听明白吗 虽然我现在没有那些粉丝 但是有些钱 咱们不该挡 听懂吗 在这里警告你 买车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支持国产 不给敌人送子弹 前提是国产车 真的好 不好的国产车 咱也不支持 那些大V们 你们干点事 听懂吗 我从做这个车 别人说车开始 虽然我不一定专业 我也粉丝也不读 但是我是有使命 咱们这家是有使命 不能什么钱都赚 听懂啥意思吗 我就没想过 挣什么 什么自信得信 什么奉天本钱 日产 什么必变 那些八糟 他们钱 他们给我钱 我都不要 听懂吗 这白给我钱 刀架 我都不会出他们车号 因为他们车不好 第一点 我们要听懂事情 第二点 我们不要给别人去 就这么简单的事 怎么还分不清呢 所以说 你们自己行行 别当那个汉奸 卖过人 崇洋卖外的贵田狗 这么简单的事 就不穿备 我还是不穿复备的